今日怎么观察 国际间解读台湾这场大选 有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是中国议题 那民进党的执政团队 是很明显的像中国say no 那赖清德 萧美琴 蔡英文都强调这条路线要走向世界 那蓝白两党是相对亲中的 所以各界看待台湾新的国家领袖 事实上也解读成为台湾的国家路线的选择 对这个很简单一个 这个问题大家吵了那么久 这个国民党一直在讲 这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我就举这个创下讲的一个例子来讲 昨天这个赵少康讲的那个话 本身就是一个超级的大矛盾 对他说我叫那个解放军的飞机 未来一个礼拜最好不要飞过来 那如果你讲的是真的 那你讲你真的未来一个礼拜 那个飞机真的不飞过来 那你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就串着的嘛 对 对那你既然有这个本事 你为什么过去一年不早点叫他不要飞过来 对你在搞事嘛 而且是按时1月14号就可以飞过来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你这个之前一年你就应该叫他不要飞过来啊 对不对 你有了个本事啊 那第二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就是说他这个喊了半天 中共飞机照样飞过来 那你跟我讲什么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对不对 你战争还是战争 和平还是和平 他要你跪 你还是得跪 对不对 那所以你讲的话根本没有用嘛 你就在骗人嘛 他这个战争与和平的论处就这样子一句话 就被他自己破掉 国际间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那但是呢慢慢国际间也慢慢发现一件事情 那这个如果你纯粹用这个气氛来讲 的确气氛不很好 因为所有的刚才大家报告了很多的分析 那其实都对 比如说这个李刊之前写了一篇文章 有一篇脸书 他就讲说这个历来中共领导人 都顶多在他的任内 让台湾丢掉台湾两次 这个江泽民丢掉这个什么 那个谁李登辉啊 陈水扁啊 胡锦他又丢掉谁谁谁 然后只有习近平如果这一次 再让赖清德当选的话 习近平任内就丢掉台湾三次 然后破纪录了 那这个面子上面挂不过去 那所以他一定要让这次胜选 如果如果这次他 如果蓝白没有人胜选的话 让赖清德继续当选 他面子上挂不过去 他一定会想要对台动武 或是用强力的手段把他往回来 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 有没有这个动机 有 但是还是老化 那夹泰山已超北海 这是什么 这非不为也 是不能也 那就是不能的事情 如果可以的话 那那个1949年古龄头以后 他就应该早就把台湾 这70年来应该不断的在台湾 那他每一天都想要把台湾拿下来 但是他为什么拿不下来 不是什么善意了 就是他拿不下来 好 结局就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大家现在在分析 各种可能的时候 发现 越分析下去越发现说 第一个美国供应台湾相当多的武器 相当多 不断的武装台湾的 这个很快速的在武装台湾的过程中间 使得台湾的防卫力量增强 所以你要再过来 可能我以前还要到岸上再来打你 现在不用了 现在半路就把你打掉了 你现在去看那个 最近中共发布了五家 对美国军火商的制裁 名单 你会发现那五家名单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好 那个联合技术做什么 反辐射飞弹 然后BAE BAE是全球大概最大的数一数二军火商 所有的装甲车炮兵 像我们要买什么M1-09A7 那个就是BAE在做的 所有的录用装备 还有什么三十厘米炮的子弹 那个炮弹 都是他做的 供应的 好 然后 有一家小厂商 叫Iravo Viralman 就是我们简称叫AV AV做什么呢 AV是在做那个弹簧刀无人机 那家不大 那那个 这回装备展的时候 就是台北国防展的时候 他就一个小小的摊位 他就做这两家 一个弹簧刀300 一个弹簧刀600 做这个出名的 然后这家他也给他制裁掉 然后还有另外一家电子公司 那他做什么呢 那家电子公司就做Link 16的 他连做Link 16的那家他也要制裁 然后他就制裁了以后 他们在那边宣传说我很威武 我以后要制裁他们 我要查封他在国内资产 不准他在那种中国活动 可是美国的网友就写说 那种什么好吵 他本来就美国就禁止他 向中国输出啊 他本来就没有到中国活动啊 他到中国活动 他被美国政府查了 所以你在制裁他什么 他本来就没有啊 本来无一无五 何处可制裁 那中共为什么要做这种动作 对他自己的人交代 让他觉得说 我还是有在做事 我还是要努力要收回台湾 那我还是很威的 那事实上呢 事实上他他的里面的水分 就被美国人一次一次的戳破 美国人我说实话 回头看这一年很厉害 他从去年揭露了火箭军的 这个所有的名单以后 引发了那整个火箭军里面的 一系列的整数啊 情报外泄啊 到最近的新闻是什么 是他贪腐传闻 他的贪腐传闻非常厉害 说他这个有点夸张 我是怀疑了 但是他因为他报导里面有两条 报导里面第一条 说他火箭军的那个火箭里面的燃料是水 那不是说比磁溪太后还夸张了 磁溪太后好歹 以前调武战争的时候那个一样 炮弹里面是填沙子 炮弹里面填沙子不是没有 因为他只要 只要那个炮弹哦 有重量 那他种下去的时候 那他还有 他还是有破甲能力了 可是填水就太夸张了 第二个我不要觉得 比较有可能发生 他不是最近造了很多那个洲际飞弹的发射井吗 说那个洲际飞弹发射井 做好了以后盖子打不开 盖子打不开 我到底是要干嘛 我拿在里面自爆啊 那个 就中国工程品质来讲 这是比较有可能发生 但是前面一条实在太扯了 然后而且报导这个东西的媒体还不是普通的媒体 彭博社 那他写这种东西多少有一点依据的 那这样的媒体 那报导把中共火箭军或这个军队讲得如此不堪 请问他这个军队还能怎么打仗 如果是真的 那根本不能打了 那如果他不是真的 那即使说有部分的状况 就比如说是后面的这个盖子有些什么打不开啊 显示腐败很严重啊 或是偷工减料啊 点点点点的时候 这支部队要拿来打台湾 那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老化了 虽然台湾这个情势 心理上面可能空前紧张 但是呢 实际上面就事件分析起来 那其实是相当安全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